接下來就要進入這一張 本來就要該教的重點 叫做電功率 我跟你講過了 我們以後很少要你算什麼電能 我們對他算什麼 電功率 如果要能量就要乘時間就好 OK 以後就算這個電功率 然後呢 以前曾經出過一個問題 問你說哪個燈泡比較亮 當時沒有教電功率 所以呢我們都會假設燈泡都完全一樣 誰電壓大誰電流大誰就比較亮 現在我們要教完之後 就不是一樣的做了 亮就是要看 總他單位時間之內消耗的能量有多少 有多少會轉圈光能 才知道誰會比較亮 誰會比較亮 好 每秒鐘耗能一教二點十秒 耗能十教二 每秒鐘消耗三教二點亮三教二只耗九教二 所以看起來總消耗是假比較多 銀比較少 但是是銀比較亮 因為銀在一秒鐘就消耗了三教二 假一秒鐘只消耗一教二 一教二 所以實際上同樣的時間之內 銀消耗的多轉換的多所以銀比較亮 因此以後考卷上如果問你哪個燈泡比較亮 其實就在問你說哪個的功率比較大 功率會比較大 現在還喜歡出一些問題就是什麼 東西壞掉了什麼之類之後 問你功率會變大還是會變小 再說吧 OK 好 功率 功率 功率交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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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處理時間 一秒鐘消耗一教二叫做一瓦特 一秒鐘消耗一教二 這交過 這是原交過 我們學過 這叫做功率 單位十天之內所產生或消耗的能量 叫做我們的功率 單位叫做瓦特 所以P等於T分之一 然後瓜胡裡面是單位 一秒鐘一教二叫做一瓦特 一秒鐘一教二叫一瓦特 OK 這個是股瘦又交過的公式 這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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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通用的公式 意思就是說 任何情況下都能用 每個情況都能用 只要你要我算功率的 我都可以帶這個公式進去 我只要知道總共有幾秒鐘 總共有能量有多少 我就可以知道功率有多大 這個公式是每一個算功率都可以用的公式 但是我現在要算這個電功率 電功率 通電的功率 所以我有別的公式可以用 什麼公式啊 剛才講過嘛 能量去除以時間對不對 就是功率嘛 這是我們當初在教的電能的公式有沒有 什麼ITV啊 I平方RT啊 V平方乘以R 除以R乘以T啊 那把這個以怎麼樣 除以時間就變成我的電功率公式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講到P等於T分之一嘛 所以除時間就變成這個 八三個公式 這就是我們的電功率的公式 這就是我們的電功率的公式 也就是我希望你會配起來的公式 我希望你會配起來電功率的公式 就是P等於IV等於I平方乘以R等於V平方乘以R 乘以R 公式變起來 那為什麼要變成三個啊 考試好用啊 第二公式沒電阻啊 第二公式沒電壓啊 第三公式沒電流啊 所以就根據考卷上的題目的不同狀況 我就會挑出一個不同的公式出來啊 那如果你不要配三個呢 你就配一個就好了 P等於IV 那配合什麼 配合以前學過的 R等於I分之V去算 一樣通通算得出來 只不過你可能必須要常常去解 所謂的聯力方乘式而已 但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不要配三個 配一個就好 P等於IV 你就配P等於IV 還有以前配過的 R等於I分之V 往裡面帶也通通都會算得出來 沒有問題 OK 好 再說一次 這是我們的電功率的公式 P等於IV等於I平方 R等於V平方除以R 我希望你會背 背起來 把這個電功率 那以後 我們就再算電功率 如果題目不是問功率 是問能量 那我就把它乘以時間 功率乘以時間就是能量 我們在乘以時間就知道能量了 這就是 我們以後的計算的想法 可以嗎 OK